这个动作 把程式码打开来看一下 第一个你必须把原来的Activity 它原来是Extense 是一个Activity 把这地方加一个Map 加一个Map之后的话 再来汇入这一个Import这一个 我上次有讲过 汇入这个东西 那你会发现 有同学看到之后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前面多一个 Come.Google.Enjoy 实际上这是正常的 因为它是一个APIS 它是外部的 我们增加出来的Library 就是程式库 所以前面会多出 Come.Google.Enjoy 这几个字出来 那这个是正常的 那接下来的话 这个MapActivity之外 我们还要实作方法 里面的话因为它是抽象类别 所以会多需要实作这个方法 那做好之后的话 你这样Run就可以Run出 我们要的地图出来 不过在Run之前 最后还需要一个动作 就是我最后这个 部落格里面有提过的 就是说 必须还要再修改什么 修改Manifest 里面的话 还需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的话 就是要加入这个原件库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要再加入 所谓的网络的这个权限 因为如果说你没有增加这两个 也是不能Run 那这里面的话 我需要更改的就是 在Manifest打开之后的话 里面 需要在Application里面 底下的部分呢 把它Add一个 这个User Library User Library 点下去之后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 在那个Name里面 就会出现 有一个 这个 让我们可以挑选的Google 这边会出现Name 我再Add一次好了 这边我们Add User Library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Name的部分 应该会跳出这个东西 如果没有跳出来的话 表示说你的SDK 是选择错误的 OK 好 那这地方 我把它Remove掉好了 再来的话 Permission部分 还要增加一个Internet 那我上一礼拜有讲过 这个Internet 主要是因为 我们的地图呢 是连线的状态 如果说你是离线版的地图 那当然不需要Internet 可是呢 这个地方 我们需要的连线 如果你没有连线 或者你没办法 连线到网络的话 当然也是找不到地图的 那除了说 这个Permission之外 等一下我也会跟各位讲 就是说 除了从Internet 取得我现在坐标之外 我如何知道说 我现在的位置 并且取得我现在GPS的位置呢 传送过来之后 我的地图也会跟着 我给它的地标去做移动 这个部分等一下再来跟各位讲 那这个地方呢 就又需要另外一个Permission 这个Permission就是取得什么 取得一个 的地图 的地图